好,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我是林松,很高兴又在这个视频当中和各位见面了 其实我今天想给大家讲两个雅思口语part1的两个话题,两个问题 坦白讲就是已经很久没有录这个口语的视频了 因为之前一直录一些雅思A类的作文还有G类的作文 包括大作文小作文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 其他的一些关于话题类的一些视频吧 然后就距离我上次录这个雅思口语视频已经可能九个月,对快一年了 所以今天有抓紧时间给大家来讲两个雅思口语part1的一个问题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题目已经在屏幕上了 然后呢这也是比较常见或者比较高频的话题 第一个这个问题是what form of transport do you prefer to use and why 就是说你喜欢搭乘哪一种交通工具呢 然后呢除了这个问你哪一种交通工具之外呢 还要给出原因就是为什么 好首先呢我们其实可以说一下 就比如说如果我拿到这个问题的话 我可能会说我喜欢一般讲 其实怎么讲就是说你不用 不是非要回答这个实话对吧 你可以就是按照你自己的思路可以发挥一下 比如说如果我来说的话呢 我就说我喜欢开车 其实坦白讲我可能每天坐地铁的时间比较多一点 然后坐公交的时间比较多一点 因为这个北京这个摇号比较困难嘛 对吧就开车还限号 所以呢就是说可能不一定每天都开车 但是呢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每天我都开车 所以呢我就可以说我可能比较喜欢开车 然后呢为什么呢 因为要给原因嘛 然后可以说原因就是说 嗯这个你也知道这个这个公交车和地铁可能都比较挤 然后呢如果自己开车的话呢 可能呃就是舒服一点 因为空间多一点嘛对吧好我们可以来写一个这样答案 对吧好我们可以来写一个这样答案 well 然后呢 because it means that um i have my own space 就是说因为我我喜欢自己开车是因为 这就意味着我可能有自己的这个私人空间 我不喜欢太挤 然后呢我要解释一下原因对吧 然后 also um the buses 就是讲原因了 因为这个这个这个呃交通 就是公交车和这个and the subway um in my city就在我的这个城市对吧 uh usually um overcrowded 就过于拥挤了 然后呢所以呢就是 um我就觉得开车舒服一点 okay my car um is much more comfortable 好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呃 题目答案了 然后呢这个答案首先说是非常好 然后因为什么很你能很流域的说出来 而且呢就是直接回答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说能够给出这个原因对吧 就是而且没有语法错误就是很流利 然后呃用词也比较不错的一个答案 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就是其实呃你在回答完之前这个问题之后呢 考官可能会问你 就是问你这个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what do you do where you are traveling 对吧就是说你经常在通常在呃 搭乘交通工具的时候干些什么事情呢 其实那毫无疑问 现在可能就主要是呃 比如说用手机对吧 看微博看微信 然后呃要不就看书 但坦白讲看书的很少 对吧一般就是刷手机 okay所以呢我觉得呃 就是你可以说呃用手机没问题 然后呢我觉得呃 还有一个点呢 我就可以说就可以说 我们可以用手机来听广播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答题的一个方向 那我就按照听广播的一个方向来回答吧 我就不说那个那个看手机了对吧 因为我估计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说看手机 所以呢我们就走一个人稍微少一点的方向 就是说这个呃 听广播 okay听广播 okay 我说I usually okay少了一个L I usually um lesson 呃 I mean lesson sorry 我通常会比如说我通常会听听广播听收音机 或者是说我还可以听那个podcast 对吧podcast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地道用词 叫什么意思呢 其实翻译过来就叫那个播客 中文的播客 就比如说你在那个Liz FM 还有那个喜马拉雅FM上就会听到一些呃 自制的一些有声的一些音频节目 对吧 那叫播客有关于科技的关于人文的关于历史的呃 关于这个呃 你任何你感兴趣的话题 对吧 比如说那个呃 喜马拉雅出的那个呃 什么矮大井之北 就是小松 高小松自己录的一个节目叫矮大井之北 一个播客的节目非常好 然后呃 讲了很多就是你感兴趣的话题啊 排行榜之类的 我特别喜欢这个节目 可以高小松的叫矮大井之北 可以可以在喜马拉雅上去收听一下 可以可以说 I usually listen to the radio 好 我就说我通常都会这个听广播对吧 oh my favorite 就是或者是我最喜欢的播客节目 对吧 my favorite podcast 这个叫播客 苹果的手机上也有这个软件对吧 ok好 然后呢我想说一下其实呢 我可能听呃 就是在这个这个坐车的时候呢 可能呃 听广播可能听的比较多一点 因为什么 因为就听新闻嘛 对吧 听新闻可以了解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掌握 即时消息的一个一个方式 所以呢 我就我就顺着听广播来说吧 ok ok actually 然后呢 那我说 in the morning 我一般喜欢听这个新闻 因为我听新闻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find out 去发现 去知道 去了解对吧 就是这个世界上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或者说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都是一个呃 非常好的一个了解世界的方式 好 各位其实可以看一下这两个听不知相关的 因为part one 可能会就几个方向来问不同的问题 对吧 但是两个问题之间相关是很很正常的 然后呢 呃 我觉得这些答案都非常好 首先是它是很完整的一个答案 然后呢 基本上都直接回答问题 没有任何的废话 呃 除了直接回答问题 没有任何废话之外呢 还给出了更多的细节 让考官可以通过更多的细节 来知道你的语言水平怎么样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 这些答案都没有语法 都是很通顺 很流畅的答案 一点都不 都怎么讲 就是一点都不 怎么讲 就是那个很通顺吧 就是不是那种中式英语的答案 对吧 而且呢 还有一些这个好的连接词和这个 启程转合连接都非常好 还有些好的词 我在这边和大家讲一下 比如说 呃 这个my own space 我自己的空间非常不错 对吧 还有这个 buses and subways 这个连在一块的词组 还有就是说 这个over crowded 过于拥挤 这个大家肯定知道 但是呢 呃 不一定会用出来 OK 还有这个my car is much more comfortable 比较 就更加的舒适舒服 这也是非常好 然后呢 第二个问题当中呢 我觉得最好的 可能最低的用词 就是这个my favorite podcast 就是我最喜欢的播客 坦白讲这个词不难 但是呢 可能用出来的机会呢 就不多 而且可能就是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可能忘记 或者想不到要用 对吧 但是我觉得 你在这个考语的时候 呃 在有限的时间内 尽量给考官一些 一些亮点 什么叫亮点 就是说你能够用一些 地道的用词 地道的语法 或者说一些连贯的语句 一些稍微复杂点的语法 都是非常好的一些亮点 让考官记住你这个考生 给你一个 嗯 就是比较不错的分数 这个podcast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 一个表达方式 还有这个 lesson to the news 就find out的一个词组 非常好 就是告诉你 what is happening in the world 就是说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好 各位 呃 这个呢 就是我今天想要和大家 呃 分享的两个雅思口语 part one的一个 呃 标准答案 然后呢 呃 希望各位呃 可以去关注我的频道 对吧 关注我的 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呢 我会不断更新的 不断更新一些 关于雅思的视频 包括之前更新过 这个雅思A类的作文 包括大作文 小作文都有 然后还包括记得书性的作文 呃 都有 还有图表作文都有 都是放在这个 我的频道里面 还有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 我的微博 我的微博地址 已经写在这边了 然后我是林松 呃 今天很高兴又 重新和大家分享 这个雅思考译的内容 呃 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时间 我能录更多的视频 来和大家分享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 各位拜拜